好,心脏肥大 肥大就是说带上性的功能 这个心脏啊 首先呢,我们刚才讲的第二心脏是什么? 第二心脏 好,单天呼吸 首先第一点先把单天呼吸建起来 马上就缓解心脏的负担 你看我们鼓当单天的时候 的确它会推动里面的这个学习环 这个功能是非常显著的 所以首先要学会 每天大量的时间要做单天呼吸 这是一 第二个,心脏肥大 那么实际上心脏肥大如果出点初级阶段的话 它是带上性的,有可能回转 如果时间久了它就不能轨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那么我们自有很好的保护它 不给它复合 别给它复合 所以复合不能做激烈运动 不能生气上火很激动 不能用力 这个产生 这个所谓的高压 就是这些东西都必须 这个车的引擎 出现一些问题 我们加油的时候 就要缓缓的加油 你不能呼呼 这个发动机它就更要出问题 所以就缓缓的引擎 那么 两方面 就要帮 做复式呼吸 那么另外在饮食上 那么你就要一些 一些 动物性的东西 油炸的东西 油脆的东西 那你就要减少 那么另外也可以做一点 你说清血管啊等等的 中医有很多办法 清清血管啊 清清感染啊 这个非常好 OK 好 谢谢 不要问这个疾病性的问题 我们今天讲的都是一个 很大的问题 所以讲关键性的问题 但是因为时间 大概剩下十几分钟 最后 请这个藏医师教我们 一招叫做神龙白威法 要不要去 要 例如甚至是一个 我要说一个骨架 我们的使用方向 肌肉符合 那种方式不对的 所以会造成很多疾病的问题 那这一招学会了 我们今天的演讲就到这里结束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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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现在呢 就是先做了 我想给你讲解一下 就是说 我们身体的运动啊 有两个要点 一个叫升降 一个叫开核 如果在你的运动里 没有体现出升降和开核 你这个运动做的就 来往就不够高 什么叫升降 什么叫开核 我们的肩甲 要打胸 开核 开核 要动起来 开核 升降 升降 升降是做什么 升降是做我们的股价 开核 我们的胸肺 然后包含了这个小腹的呼吸 所以你里边的都在动起来 外面的配合是什么呢 我们叫甩手和甩尾 其实啊 我们甩手都知道 但是甩手不是目的 甩尾是目的 是这个尾巴在锁 这个尾巴甩了以后 整个的盆骨就动起来 盆骨一动 盆骨的内容就动起来 我们现在你看我们女生的妇科病 最主要的百分之七十的问题 都是压在盆骨一动 掌银骨的腹腔 小腹里面的内容 我全部挤压在里面 尤其是当精血来的时候的话 你不动 它根本就不太干净了 所以很多脊宫脊瘤了 什么懒潮的一些问题的话 都是由于它长期被挤压不动 所以呢 一旦你盆骨动起来了 复活疾病 基本上不会产生 所以我们动力的时候 你看 我先做个看 你看我们手 这叫盆 这叫驴 为什么叫盆驴呢 盆驴是一个太极拳的底部内容 什么叫盆 盆呢 看这个C 一招 叫一招 捧呢 是我们实际上是在练功 练功它有它的一些功能 你看 你看 一说 假如说 有人搭着你接着推你 我们捧是什么呢 你看 捧开了 一驴是吗 这是太极拳 一捧一驴 然后驴呢 要旋转 这样你才能把肺尖打开 把肺尖打开 肺尖打开 肺尖打开 肩胛骨 肩胛骨内手 旋转 打开 然后呢 头部 是 这个 下巴往里扣 摆回往上顶 才能拉动你的低脚颈椎 大椎穴 往上顶 才能拉到它 不是 尾骨 尾巴往里扣 这个尾巴 这个尾骨啊 你就想象 它现在有个尾巴 啊 这个尾巴是往前水 也就是往里扣 往里扣 往里扣 它呢 下边的椎骨 往下拉 上边的往上拉 所以你的椎骨 它才能够不断的被 升降升降 牵拉 所以你的椎骨 是我们身体最大的free 它才能够不断 而且你拉 拉好了 拉正了 人就正了 好 你让我坐哈 哎 这 下台 小腹帮你收 啊 这帮你做 所以你的棚骨 啊 你的 你的你的你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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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旋转 也在旋转 你看 这三点 尾骨 胯骨 这个三角 在动 啊 就是决定了你的下台 啊 大椎穴 和 两个鸡骨 在动 决定了你的上三角 一个下三角 一个下三角 一个上三角 啊 都要动起来 它就带动的里边 首先解决一个结构问题 结构合理 整体的结构 开合身上都有了 同时 你的五照六腹 心胸 和你的下盘里边呢 所有的那种大手堂 都在动 啊 所以 这样一个 神龙白铁 强盗的是 白铁 然后每个随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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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 啊 带动的是你的下台 用起来 所以我们随手 不是目的 是这种形式 最主要是你的内脏 要动起来 而且 要把它拉 啊 把锥骨上下拉 生药开合都有了 所以 这个功夫 看起来好像简单 做起来不容易 但是 你要不断的做 不断的做 你知道吗 你的level 就不断的上升 而且 这个动作 做了以后 你会 不断的 增加你的功夫 啊 这个 没有一个底 就像打太体拳一样 没有一个 零零 不断的做 所以简单一行 不受世界控制 不受空间控制 你在office 累了 你就站起来 坐一坐 哎 坐一坐 是吧 你可以 也可以 脚 两个脚 不抬脚尖 里头 包里扣 把里面的两个打筋 拉 拉直 拉 这样它就接地的功夫 是吧 所谓的接地 和地面 就接着见识 和地面接着见识的话 你看 我做一个表演 来 这位先生 来 这位先生 你看 我现在 我现在 我一头腿站着 它推不动我 行不行 看一看 来 你把全都温 好 好 你看我现在 我一头腿站着 它现在顶着我的手 然后靠近 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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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原因是什么 因为我和地面接起来 反过来 你再给我看一看 你试一试 一头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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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办法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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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实际上 并不是它不行 是它 不懂得极构的调整 所以 这是一个 实际上 就是极构的调整 我们每一个人 懂得极构的调整 也都功能 反复地做 别人说是 他在美国我教权的时候 美国的海军中战队 又要警察 那大块都很大 我这样的推 我说你能够推动 我反而去你时代 推不动 你要求我失败 结果呢 他们全数 OK 好 那么这里面 谢谢 好 我们现在站起来 大家试着 随便站 往旁边站 往旁边站 对对对 往旁边站 对 把自己 把自己的空间 让出来 对 可以上那边去 都没关系 上那边去 对对对 侧边上那边去 好 原理的让什么呢 就是说 这个旁要超过心脏 手 旁 你看 是一个浮沫 打开 这是个打开 一个圈 下来以后 是个铝 你看 铝 就是抹 旋 旋转到后面去 然后 把它 旋转 旋转 旋转的旋转 同时 肩要下沉 把肺尖拉开 正常要饱满 有些人是这么做 你看 他就憋了 然后 松肩了 往下 把肺尖 对了 然后呢 脖子 嘴巴往里扣 往里扣 尾骨 这个时候也是往里扣 好 松 你看 重点是尾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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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看 可能现在里边呢 我看到 大概有百分之七十的人呢 都没动起来 就说明什么呢 你这根本腾骨 就不会动了 就秀在那儿了 说你回家 通过腕 要做家庭作业的啊 把喷骨 转起来 好 我们现在呢 先不随手呢 先钻喷骨 来 钻喷骨 这个尾骨和喷骨 要钻起来 尾巴 摸前肘 动起来 对 对 要动起来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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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对 然后接个呼吸 吸一说 吸一时候 就往里 把它动起来 是不是动了就热了 对 对 你要说 喝 喝点温水 喝一杯温水 再动 哇 汗哗就出来了 小火更好 把它动一动 对 而且 我们现在啊 很多人 我在看病的时候啊 就发现 诶 这个水喝的不够啊 不对 什么意思啊 我一天喝很多水啊 拿了两个大瓶子 但是问题 为什么身体缺水 原来是什么 他喝了水 肚子不动 他就上厕所来 所以的话 就像洗衣机啊 你给他灌满了水 你没有 turn on 所以就把水放了 这个洗衣服能洗干净吗 没有用 白喝 怎么办呢 喝完了水 要去 要补荡它 要补荡它 这个时候 洗衣机 turn on 你把嘎嘎吸 把你这 底部的东西 全洗干净了 你这个时候在上厕所 一看 哇 小辈子就全是脏东西 明白不啊 诶 所以这就是 喝水 你要知道 喝完水 要怎么去 要动起来 尤其是女生 一定要动 好 那么 开车的时候 你可以微动吗 你看 你开车的时候 也可以坐 坐了停课的时候 可以坐 打电脑的时候 可以坐 打电脑的时候 你看 脖子收紧雷 肩膀收紧雷 要这样打电脑 不要这样打电脑 先把 先把这个 嘴巴收回来 然后再低头 这样 它还在嘴上 合理 如果你把头探出去了 这就不合理了 三十多磅的重量 就往前探 这样后面的象征带 就是拉得很紧 慢慢就会僵硬 先收紧雷 在低头 就对了 另外一个 随便讲一下 我们很多人学 瑜伽 瑜伽 有的时候 我们拉筋 没做瓦瓦 没做瓦瓦 就去拉筋 结果都拉了一塌糊 打了一个毛病 尖 你看我们的尖 要拉尖的时候 一定要尖心收回来 那去拉它 千万不能伸到外头去拉 越拉 它越松弛 就把这个尖 先放到这个 关节窝里头 再拉 它是对的 你放在这块儿拉 又摸又摸 完了 把这个关节的 这个边缘 就没坏了 也就是说你看 我要 我要这么奔 怎么奔 先把它收进来 然后 再奔 就对了 你不能把它伸出去 再奔 就是把它 拉在这个地方奔 这是很多 郁家老师没有强调的东西 上楼梯 膝盖要奔紧 不能松 上楼梯 膝盖要奔紧 要用胯 在上楼梯 是胯在上楼梯 不是膝盖在上楼梯 你用膝盖上楼梯 这个膝盖 很快就必须上楼梯 走路 走路也是用胯在走路 是用胯在走路 而不是用膝盖在走路 膝盖 膝盖要奔紧 膝盖 不能放松 下楼梯 下楼梯 比较简单 也不大一样 就是说 总而言之 这个胯和膝盖 我们现在 在走路和上楼梯 90%人都是用膝盖在上楼梯 90%人都是用膝盖在走路 这是一个错误 走的越多 膝盖损伤越低 你看这个马和牛 跨度很大 膝盖飞成形 如果他用膝盖去跑的话 很快膝盖 一般带 所以他的膝盖基本是绷紧的 啊 他是脱胯 再走路 我们也是一样 胯很大 所以上楼梯一定有胯 那么练习怎么把胯展开呢 他练习的方法有两个 在家里练 不要在那里练 在那里练 人家看得挺奇怪的 好 第一个 这个萌特布 他是用胯 你看 他是用胯 把这个胯带起来 不用洗脸 用胯 所以在家里练萌特布 一条线 所有萌特布 照着这条线走 踩这条线 把胯抬起来 哎 哎 你这胯就慢慢做 成功了 就开了 练习吧 来练习一下 做萌特布 看他谁走得好 看起来还挺困难的 他不喜欢 这是哪个萌特布 走吧 开上来 开上来 手 拐上来 快 快 自立抬 对 抬颊你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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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抬颊你腰 抬颊你腰 這是回家要練的,現在我們不做不知道,一做嚇一跳,都不會 就是在這亂用我們的生命資源 怎麼傷的都不知道,沒有把這個資源用的最大,最佳的狀態 另外一個電跨,怎麼讓它開,正不走,膝蓋是繃直的 這一樣對一樣,這個就把胯就內鬆了,要不你這胯,它是緊緊的 明白嗎?看來我們將來的半個半在這邊走路 但是你這樣走的話,閒著人家看著就對了 但是你開了以後,你看你走路的時候,開了以後他自然就在這兒帶著走 他就很自然,靈異化,是兩個化,弱化 他那個白尾針的,剛剛都沒有問題 摸你過去,要走路的時候就是 不是,要把它抬,要把它抬起來 要把它抬起來帶著膝蓋,你怎麼知道呢? 你就摸到這兒來,如果你摸到這兒一點都沒動,就是完全動 膝蓋在扁這個膝蓋的,一摸,你看是他在動 來,就是對面了 所以用胯就是保護膝蓋 尤其是上股梯的時候,對你引起 你用胯來上股梯上去以後,膝蓋的臉都不穿,一不淚 你要是用這個膝蓋上,就把他按摩 OK,走 請問那個白尾,白尾是跟提肝縮腿有關係嗎? 提肝夾腿有關係嗎? 好好好,對,你就一起做,收肝啊,夾腿啊,白尾啊,一起 白尾嗎? 這個白尾,你看,你摆的時候啊,你往前摆的時候啊,把它全部都收起 往後的時候是鬆,緊,鬆,緊,鬆,緊,鬆 那呼吸怎麼配合? 呼吸的話,你緊的時候要吸 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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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 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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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慢慢熟了,然后你把它架回去 就是今天是讲什么呢? 讲这个,你知道怎么做是对的,但是一下你做出来 做出来的话 你往前摔是吸,你看,我一摸起是吸 往后面搜紧,都搜紧,都搜紧,然后搜紧,包括这个是紧的 往里扣这个是紧的 你越做,越做身体慢慢就变成有弹性的做了 做的很有弹性 通常的速度大概一分多五十下 也就是一秒钟多一点,一个来说的 所以五分钟就可以做两百五下 你说五分钟,一般来讲的话,你就是非常舒服了 好啊,大家上桌了 好啊,谢谢 各位,张医师接本书 抱歉,因为我带来太少了 如果你有需要,明天 我们在东门捷运站的真相书理会 你可以去到那里去登记药素,好不好 好,谢谢各位 好,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